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 變形金剛世代傳承進化事例 核心直的報應至尊 死給 那核子的FORME就是這個樣子 一樣有一個不衛生的開窗式的設置 那FORME有一個畫著貨櫃色的形態 但是這個貨櫃就是多畫的 因為這個玩具沒有貨櫃 側面來看呢就是有一個報應至尊的冷醒的插畫 那另外一邊呢就是這個 世代傳承進化系列的神像圖啊 背後就是人形載具 十一個變形步驟 那還有一個說明書 大家看一下就好囉 完成這個就是報應至尊的人形狀態 死給 還是非常的帥式喔 不會因為是小隻的玩具就隨便亂做 還是蠻好看的 那因為是報應至尊 所以純聖就是黑色的配色 再搭配一點藍色跟紅色 首先看一下他的頭雕非常的帥式 紅色的眼睛還有銀色的口罩 那翻到背面來看呢就是稍微空洞的地方 但是因為變黑了 所以你也看不太出來的 頭是可以左右的旋轉 胸口就是兩個車窗 那有紅色的塗裝 這邊有一點瑕疵啦 不過上面的這隻刻畫是沒有馬虎的 也有雨刷 那這隻沒有腰轉啊 但是有便時用的胸部旋轉 但是你平常腰轉會卡到 那背後這個蓋板呢要打開來一點 它就可以胸部的旋轉了 不過轉的時候還是蠻知識的啦 所以還是不要把它當成光子好了 那這隻報衣之尊的裙子 就有圖藍色的 還蠻好看的 大腿仙台達到90度 側台平舉的程度 都是球型的光子了 所以平旋轉可以轉大腿這邊啊 稍微一點點45度 然後你也可以轉小腿的球關 當作水平的旋轉 但是太直了 大腿內色就是有偷膠的部位了 那包括小腿的後面也有 但是這麼小比例的玩具就算了 那腳掌沒有接地 這邊小腿也沒有塗裝了 肩膀只有一邊有狂派的標誌 它是印刷上去的 還是蠻好看的 肩膀側台 或者是360度的旋轉 都是靠這個球型關節 手肘彎曲也是靠手肘關節 跟這個二頭肢旋轉都是一樣的 手臂可以往後折 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圈頭可以折進去 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那它的背包其實沒有到 非常的累積啦 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腰部有一個卡扣 是要扣住 這邊這個小手的凸 但是它會很容易噴掉啦 比較鬆一點 那它這一次的544能量服 有金屬藍的塗裝 還蠻漂亮的 要使用的時候 就是拳頭呢 把它折進去之後 就會露出一個洞 就可以把能量服多進去了 裝備這個能量服 看起來是非常的帥勢喔 那給暴硬之尊藍的時候呢 是比較有長暴的感覺 那對比一下塗裝的狀態的話 應該是科博文塗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的小腿有銀色的塗裝 但是暴硬之尊的裙甲 它又有塗裝 所以算是皮分修側吧 那就稍微轉個一下 大家稍微看過就好了 實質輪框也有塗射耶 這個我沒有發現到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暴硬之尊的變形過程 那首先呢 就是頭把它折到裡面去 背後的蓋板 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蓋上去 接著呢 拳頭就可以把它折到裡面去 然後手我們把它打開來一點 就可以把腎部把它轉到後面去 腰部有個卡扣把它解鎖 但是平常可能很容易就噴掉了 就可以把腰部把它折到後面去 接著呢 前面的車輪就可以 轉一個角度之後 就扣住了 那這個車頭就差不多了 然後車尾的兩條腿 再把它扣起來 接著呢 手肘彎曲一下 然後肩膀折到後面去 再彎曲一下這個二頭肢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彎曲一下手肘 再把肩膀折到後面去 再彎曲一下二頭肢 就是這邊的二頭肢就有點難轉了 有點直 最後就是大腿這邊有兩個凸打 它就對應到手臂內側有兩個凹洞 但是鏡頭太暗了 所以你也看不太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扣進去了 但是它這個卡扣很容易鬆掉 完成這個則是報應至尊的拖車頭神態 SG非常的帥實 黑色的配色看起來也是蠻邪惡的 那滾動性呢 可以說是完全的沒有啦 車頭非常的漂亮 塗裝也是蠻精緻的 然後這邊有車燈的塗裝 好像有一點露齒啦 如果要說奇怪的地方 應該是車頭太高 然後又太窄的感覺吧 應該坐寬一點應該會更好看 但是看久了也還可以接受吧 那煙鬆軒呢 稍微短了一點 不過也不會說太奇怪了 側面來看也是還不錯看 只是兩個走掌就是都在這邊了 如果多一點折點應該會更好看 上面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底盤收納的還不錯吧 但是就是空洞都在這邊了 但是小比例的玩具就算了 最後就是一個很迷的這個 能量斧的收納方式 那它是兩個凸去夾住 底下這兩個洞 但是我怎麼夾它都是 省現一個很鬆的狀態啦 它主要是被兩個手臂夾住啦 所以說是這個樣子 很奇怪它是夾不起來的 只是很容易鬆掉 我反而覺得它應該是要掛在這個地方 會比較穩一點耶 那就是這個樣子的 反正看看就好了啦 那我們就跟柯博文的車輛時 它要擺在一起 其實也是不錯看啦 那大家稍微看過一下就好了 那今天這個變形鎮鋼 世代傳承進化系列 核心值的報應之尊呢 雖然是一個重塗的商品 可是還是蠻帥氣的 這種小比例的變形鎮鋼 變形都非常的簡單 但是也非常的好玩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